比亚迪终于也崩不住了,琴PLUS DMI也降了 咱们今天来看看比亚迪琴PLUS DMI的2023款冠军版120千米顶先行 现在多少可以落地,先来看外观 整体外观相对老款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看上去依旧是非常的沉稳大气 4米765的车长,1米837的车宽,1米495的车高 轴距达到了2米718,低位于紧凑型轿车 来到车内,这次终于换成了8.8英寸的液晶仪表 另一个4.0车机系统也给配上了 座椅跟着这种打孔的舒适度明显提升 配置方面,像倒车影像定速巡航,自动驻车,方向盘四项调节 前排无钥匙进入,无钥匙启动,OTA升级等都是有轨道的 动力方面,该版本搭载的是1.5升插电式混合动力 发动机最大马力为110匹,电动机最大马力为197匹 纯电最大续航里程为120公里 并且支持0.5小时快充和5.5小时慢充 它的NEDC综合百公里油耗仅为1.58升 插电式混合动力还是非常省油的 目前该版本在部分地区已经在9.98个左右了